哈喽大家好我是艾尔文 今天我要分享生活中值得你去培养的 十个习惯 好处影响一辈子哦 你觉得习惯是怎么影响我们的人生 在原则这本书中 形容人的生活 就像是一艘在河流上的船 沿途中会遇到哪些大石头 会流向哪里 除了自己划船的方式 河流的流向更是会决定船怎么往前 而我们的习惯就像是河流的流向 默默的在决定自己的发展 想想看 每天一早你起床后做了哪些事 上班上学的途中做了什么 脑袋里想了些什么 遇到一件事情的反应是正面解读 还是负面思考 这些都是习惯的一种 看似没有主导权啊 其实都在偷偷决定你我的生活 以下我就来整理十个 觉得生活中值得去培养的习惯 第一个习惯 固定的坐席 准时起床睡觉 有一本书叫why we sleep 书中说了很多睡眠的知识 我看完整本书得到最重要的讯息就是 要有固定的坐席 能在固定的时间起床睡觉 才会有好的睡眠品质 身体才能维持在最佳的状态 去应付生活中各种大小事情 好事坏事鸟事都可以 好的睡眠品质真的很宝贵 对人际关系啊工作啊考试都很有帮助 第二个习惯 学习用牙线 我的牙齿不好 学生子就有不少蛀牙 我整件纳闷哦 明明每天都有刷牙 为什么还那么容易蛀牙 是一直到出社会定期看牙医后 牙医强烈 真的是强烈哦 建议我要用牙线 蛀牙的情况就改善很多 虽然以前的蛀牙已经救过回来了 不过至早之后的牙齿有保护好 关于牙线的功用 有些人以为是像牙签一样 只是要剔除牙缝间的食物 但其实最主要是为了刮掉牙齿上的牙菌斑 因为牙菌斑才是造成蛀牙的主因之一 一般我们刷牙只能清洁到牙齿的周围表面 牙缝间的牙菌斑就要靠牙线 而且记得哦 要用这种牙线而不是磅式的牙线 才能有效刮除牙菌斑 相信我 一口好牙可以为你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 保护好牙齿还可以省去许多治疗的费用 第三个习惯 每个月至少读一本书 很多人好奇要怎么改变生活突破现况 阅读就是一个有用的方法 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个资料库 里面存的是你过去的经验 你当下做的选择对未来判断的方式 都是从现有的资料库去提取 所以要有不一样的未来就要更新这个资料库 简单说我们的现在就是过去的总额 要有不一样的未来 你要先输入新的资讯才行 阅读就是一个很棒的方法 第四个习惯 每个月从收入中存一点起来 世界上第一个搭载卫星的火箭 是由当时的苏联发射 从计划发射到前后准备约4年的时间 当时成功发射 还造成美国华尔街股市大跌 为什么我想要提这个 因为物理现象已经告诉我们了 如果你要推动一个物体 必须要先储备足够的能量 对发射火箭来说 它就是底下的燃料 换成现代社会 你存的钱就也是一种燃料 是维持你稳定生活的燃料 是推进你往梦想前进的燃料 不论多少 就算是几百元几千元也可以 把存钱变成习惯 将来有一天一定会帮到你自己 第五个习惯 遵守约定准时到达 吉姆罗恩说过一句话 时间比金钱还有价值 因为你可以拥有更多的金钱 但无法拥有更多的时间 所以为什么要准时是个重要的习惯 因为那代表你不只重视别人的时间 也重视自己的生命 不过你可能会想 问题是我准时 但别人不准时啊 不也浪费时间了 确实哦 如果你是一个准时的人 周围就会有不准时的人 不然你不会觉得准时有多特别 但关键在于你有没有认真看待自己的时间 况且哦 如果你对自己有期许 你越是往上发展 遇到一样准时的人一定会变多 所以把准时变成习惯 对自己负责 别人也会更信任你的其他约定 第六个习惯 每天喝足够的水 水对人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 但有些人还是忽略水对我们的帮助 因为水看起来就是透明的嘛 喝起来也没味道 不过很多时候 越是无形的东西越是重要 想想看氧气也是看不见的啊 但你一缺少氧气没多久 脸色就会发紫 窒息而亡 水对人来说就是这么重要 如果你没有感觉啊 你就想想看血液对人的重要好了 因为血液中 七成是由水组成的 如果血液长期缺水啊 浓度就会上升 会增加健康的风险 比如高血啊 心脚痛啊 也增加脑中风 心肌梗塞的机会 所以预防疾病的方法 就是在你面前放一杯水 不时的喝它一小口 第七个习惯 练习用正面的角度解读事情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当你讨厌某件事的时候啊 那件事情出现的机率就会变高 心理学就有谈到 视网膜效应 只一个人因为在乎一件事 就特别容易注意到那件事情的发展 好比怀孕的人 会突然发现 诶 好多人好像也都怀孕了 换句话说啊 我们的焦点 不论是眼睛的还是心理想的 都会影响我们判断那件事情的程度 所以学习用正面的角度解读事情 不是因为单纯要乐观 而是要让自己的生活比较开心 我在自己的书里面啊 就写了一句话 凡事都有好的一面 但你要先为自己主动翻面 你要先看到事情好的那一面 你才会看到机会 看到机会 你才会有动力 第八个习惯 定期的运动 我在不同场合 只要有机会就会分享运动的好处 因为我自己的健康状态就是这样改善过来的 才不过几年前的时间 我身体经常长湿疹 而且分布的面积很广 手臂啊 身体啊 脖子啊 都会长满湿疹 那时擦皮肤科的药 都只能减缓 但没有办法根治 长湿疹其实是很困扰的 因为你会不自觉去抓它 结果就是破皮啊 或者是发炎更严重 我后来就是靠运动慢慢调整回来 不过一开始 我也不是刻意为了改善皮肤问题才运动 就只是觉得很容易感冒 抵抗你好像变差了 所以才开始运动 是差不多维持运动一年后 才到了隔离 我发现 身上真的没有长湿疹了 才知道运动对身体真的很有帮助 第九个习惯 提早做计划 我觉得做计划的好处之一 就是会先看到可能发生的困难 然后想办法应对 我们的大脑很喜欢预测事情会如何发展 凭借的只是过去的经验 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去做一件新的事情时 会先产生恐惧 因为你以前如果没有做那件事的经验 大脑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排斥 这时候做计划就很有帮助 因为计划的过程 你等于在输入新的应对方法到脑袋里 先设想 如果发生问题A了就用这方法解决 发生问题B就用另一种方法解决 此外 提早做计划也是给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去准备 增加做那件事情成功的几率 第十个习惯 学会珍惜拥有的人与事 我觉得当一个人最强大的时候 就是他对自己的生活感到知足的时候 毕竟我们活在一个容易不满足的社会 随时都有讯息提醒我们 不够好啊 不够瘦啊 不够好看啊 不够强壮啊 不够有钱 不够聪明 但事实上真的是如此吗 我们一定要达到别人制定的标准 才有资格说自己好吗 当然不是 看看我们的手 一个人的双手就这么大了 当下能抓住的东西是很有限的 如果你什么都想抓住 最后可能所有的东西都会掉下去 所以我们要先学会珍惜目前拥有的 不然啊 你得到再多的东西 心里的匮乏感还是一样强烈 同样我们也要学会去珍惜陪在身边的人 人与人的关系不是看数量 而是看质量 一辈子能遇到真正愿意了解自己的人 不会太多 如果遇到了一定要特别珍惜 以上就是10个在生活中值得你也培养的习惯 有哪些习惯是你也有的呢 如果你想推荐不同的习惯也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请帮我按个喜欢还有分享 以及在右下方订阅我的频道 你别忘了留言哦 或许你的分享也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另外频道里面还有很多跟学习成长有关的内容 别忘了点进频道看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我的新影片能够再次跟你遇见的机会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所以不妨就趁这次订阅吧 一起来学习成长 我是大爱文 我们下支影片见哦 拜拜